雨婷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泥沙颱風 是已經逐漸的遠離台灣了 那麼是往到這個西沙群島來移動 那麼現在已經是到了颱風尾巴的 我們逐漸擺脫颱風尾巴之後 這個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 也要逐漸擺脫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在這個降雨的熱區 包含了東北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山區 現在的降雨稍微比較緩和下來 而其他各地呢 現在雖然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不過也沒有來得像今天早上來的 這麼的猛烈 那麼繼續透過雷達回波圖 持續帶大家來看到 現在台灣周邊的水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水汽是慢慢的遠離台灣 那麼現在的天氣形態 是比較受到共犯效應的影響了 那麼在明天呢 是會整個變成一個 東北季風主導的天氣形態了 那麼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說是這個共犯效應結束了 在這個明天開始 這個東北季風的迎風面的 標籤了比如說宜蘭地區 還有基隆培岸 還有大海北山區 還是會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那麼其他各地都是一個 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可以說是一個東雨西晴的狀況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我們看到了 還是會出現一個 比較好的天氣形態 是陽光露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要注意 就是從今天晚上開始 這個冷空氣下來之後 氣溫要奏降了 趕快透過一周的溫度趨勢 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那麼剛剛說到了 這個雖然共犯效應要即將結束 但是呢 今天晚上要迎接的就是一個大降溫了 今天的這個溫度呢 會從這個25度的溫度 一口氣要來降到18度 一口氣降了7度之多呢 那麼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早晚的溫差是比較大 尤其是這一兩天呢 受到這個冷空氣下來 這樣子一個冷冷的天氣形態 會一直持續到禮拜二 禮拜三啊 到了禮拜四才會開始回暖 所以提醒呢 住在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特別是中部以北啊 在禮拜三之前受到了這個冷空氣的影響 這個低溫可以來到了19度左右 而在南部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高溫啊 也變成不到30度 高溫只來到了27 28度 而且早晚是偏涼的 這低溫大概也是來到20出頭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幾天呢 這個保暖工作要做好喔 那麼天氣呢 要變得溫度回穩的話呢 要從禮拜四開始啊 禮拜四東北季風減弱 我們看到呢 這個在南部的高溫又會回到30度以上 而北部的低溫也會來到20度以上喔 那麼趕快再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未來的天氣這個降雨的情形了 未來天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啊 這個禮拜二禮拜三 雖然說這個降雨趨緩了 但是要注意啊 在這個這個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包含了宜蘭 還有基隆培岸跟大海北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些零星的局部大雨出現喔 要特別注意了 另外主要的就是這個低溫的部分 在中部以北會下探到18度 而南部地區的這個高溫 也會只剩下大概27 28度左右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呢 天氣要回穩的話呢 就是要來到禮拜四禮拜五了 禮拜四不但是這個 氣溫會回升大概4度左右 另外呢 這個由於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 所以呢 各地會出現多雲道型的好天氣喔 就是這個禮拜天氣比較好的兩天 因為到了週末啊 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水氣又要增加了 到時候呢 我們看到同樣是住在 這個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還有宜蘭跟北部喔 的大台北地區 同樣又會出現了 比較容易下雨的天氣形態 其他地區同樣是維持一個 多雲道型的好天氣 而今天提供各地詳細的 溫度預測給您囉 北部地區明天還是要留意喔 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那麼提醒您外出一定要做好雨備的措施 繼續往中部走喔 中部是一個多雲道型的天氣形態 而溫度表現上面在高溫會比較涼一點點喔 來到26 27 而南部地區雖然是天氣不錯會出太陽喔 但是提醒您早晚溫差比較大 要記得多戴一件外套 而東半部地區的宜蘭 尤其是在山區還是容易會有大雨發生 提醒您盡量不要前往山區 外的觀眾朋友提醒您喔 在禮拜三之前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還是容易會出現8到9級的強盛風 盡量避免前往海邊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